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温游方舟行 我是老郭 大家好 我是翟晨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向北边走 去看一个在温哥华地区非常有名的小镇 叫惠斯勒 也就是威斯勒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滑雪圣地 左边这个海天公路非常漂亮 对 这一路走就沿着有名的海天公路在走 威斯勒在早期的中国人里面也有翻成叫威斯拿的 它的位置大概是在温哥华北边125公里左右 它原来是一个荒芜人员的小镇 后来发展成一个非常有名的度假圣地 滑雪圣地 对 我们现在简单的看一下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到 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北边是在两座大山的下面 它紧挨着两座大山 一座大山呢就叫惠斯勒山 另外一座大山呢就叫黑书山 惠斯勒山就是惠斯勒就以人命名的啊 大家从刚才那个图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离开温哥华往北走几乎全部是大山覆盖 那么左边呢是有一个海湾 在海天公路就送着这个山往前走 其实如果大家看过我们以前的视频 介绍温哥华的气候的视频呢 可能就会有印象 我说了这个BC省尤其是温哥华北边 几乎全部是穷山覆盖的一个地区 在以前是荒无人烟的 只有极个别的印第安人就是原住民 在那个地方生活 据说是上万年以前 这一带是全部是冰川覆盖的 后来因为地质的运动 还有火山的爆发 然后形成了这么多山 那么实际上惠斯勒这个地区呢 它就处在一个火山带的之间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 也就是一百多年前 才有真正的这个捕掠者 就是捕兽的一些人员 还有一些淘金的人 才到达这个地方 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路 很难很难过来 对啊 只有到了1960年的时候 大概是一批温哥华的商人 当时他们就想在温哥华地区呢 能够办一个冬季奥运会 他们专门就是为了申办冬季奥运会 来就想再到北面找一个适合的一个滑雪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一直走走就走到了这个地方 查看了地形 觉得这个地方是最适合滑雪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发展这个地方的滑雪的设施 也就从1960年以后 几乎温哥华地区 就是这个惠雪乐 以惠雪乐为代表的温哥华地区 每次都会申请冬季奥运会 但是 几十年一直没有申请成功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 有和加拿大其他的城市发生了竞争 也有和其他的国家发生竞争 只是在40年以后才真正的申请成功 50年以后才举行了一个冬季奥运会 也就是2010年的冬季奥运会的滑雪上的所有的项目 都是在惠雪乐举行的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惠雪乐的市中心 也就是这个正的正中心 我们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停下来 他晚上5点以后就free 对 当时停车很方便 其实花点钱也不是很多 一下了 一过了停车场 我们首先就可以看到他当年未进行奥运会设的奥运医克广场 因为现在是剩下很多的人来这旅游 再来这游玩 我想到夏天其实还是很多人来是吧 对 据说现在实际上夏天来的人更多 是因为他为了发展旅游业 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旅游的项目 我们就在这个 尤其是他这个叫做village叫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室内 室内 偶运村 不知道 对 是完全是步行的 有一个区域 酒吧商店 对 酒吧林立 商店林立 大家从后面能看到的那些那个高山 实际上就是有名的惠斯乐山 冬季都是滑雪的道 对 还是在疫情期间还有一些这个警示让大家一定要保持距离 不过我看很多老外好像也不怎么保持距离 也不怎么戴口罩 夏天戴口罩确实是不舒服 我们就在这个整个的他这个 这叫商业区里面走一走一走 看一看 每一家酒吧门口都排队实际上 想吃饭也不容易 你看都排队 各种卖东西的店 据说一年有几百万人的游客旅游的人员的到来 尤其是冬天的话 是全世界有名的滑雪的人员 对 所以是类似于像朝圣似的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滑雪 滑一滑 我看自行车店特别多 夏天可能骑自行车 对 夏天非常有意思 因为夏天不能够滑雪了 他们在山上有从高往下的很多这种3D自行车的道 一会我们看看去 对 灌完这个就去看 各种玩的走吹呦 有各种各样的吹呦是吧 对 走吹呦 还有坐SPA 也就是洗这个 蒸这个叫什么 桑拿 SPA 泡温泉 泡温泉 这到了这了 你看就是 这就是他也是拿缆车 把这些人连人带车给拉到山顶上 他有这种3D自行车的道 然后他们从上面再骑下来 骑下来 那远处那个就是雪道是吧 对 冬天的 对 那非 左边有一个山是黑苏山的话是更灰的 很漂亮 可惜这几天是酷暑 男的就是 本来我们是想上去做那个索道上去给大家拍一点东西 结果这几天是温哥华少有的互热 到了36度37度 有点太热 好像比那个南树里这边热很多 那天看着热9度 那天啊 他这边气温很高 除了这个市中心以外 我们还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来看一下 他也属于惠斯勒的市里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湖 他这个公园叫Rumbo Park 对 叫奥塔 就奥塔湖 他这个叫Rumbo Park 所以叫Rumbo Park 是因为这个地方最早建了这个惠斯勒地区的旅馆 就叫Rumbo Lodge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大概是在多少年前 他们那个后面有很多那种小房子就是那个旅馆是吧 对 那是留的遗址 照着原来的模样盖的 他是在1914年的时候 实际上是当时的美国人来这 发现可能他们这个地方要通火车 然后他们就在这买了一块地建了这个旅馆 而且建的非常的漂亮 叫Rumbo Lodge 然后这个地方就叫成Rumbo 就是彩虹 确实好看 您那还有雪山 对 结果这个湖是非常的漂亮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这种冰川水融化的湖了 后面的背景就是黑树山 雪山确实漂亮 就是冬天的话可以划雪 那么当地的人还有旅游的人就夏天来这游泳 来这度假 来这划船 尤其是水上的项目 特别好 比如说小的风帆 还有那种就是那种站在上面滑的小船 对 Kanoo Kaiyaki 就在这个上面滑 很漂亮 我也很喜欢这个湖 那好多狗 咱们没有带痘痘来 也后悔了 因为在这狗在里头游泳啊什么都是允许的 这是非常有 这个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湖 其实这个地区还有几个湖 我们会在下一集里面也会给大家介绍到了 对 你也给我跳下去就有点多好 这个船下掉下来了 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因为那个玩这个 对 这就是帆船 小的帆船 其实整个的现在这个小镇呢 说是大概人口有一万多人左右 绝大部分是从事这个旅游业的 正好在这个奥塔湖呢 还有卖这个意大利冰淇淋的 就是Gilato的 然后我们有正好买一个太热 买这个冰淇淋来吃一下 晚上回到营地还是看这个晚霞很漂亮啊 对 晚上我们就因为我们是拉着房车过去的 我们的房车营地呢 就离这个Whistler呢很近 他属于Whistler的 对 在一个山上 那么我们在下一边的节目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到这个营地 白天玩完了 晚上我们就在营地里面休息 你看你美 看日落 关于Whistler的大致情况呢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